大家好,今天是8月2日 但市今日又跌了 基本上在昨天都看得到 所以昨天上售市就把所有播放都清掉 如果没有清掉,今天又要赚少很多 北水方面昨天又进入了 日出日入,比耕田佬更努力 再次看看,北水后就等于这件事 我们看到板块方面 只有几个板块升 我一直都说,大家不要剃笑石油及天然气 这个一直都要起来 现在有一样东西开始,有一些东西要留心了 第一,就是 俄罗斯方面的石油的输出 6月今年以来是最低的 石油供应是少了 第二样东西,为什么石油供应又少了呢? 因为它尽高的价格,尽量想尽高的价格 因为拜登政府方面 它们的战略石油储处备已经去到很低的水平 它是想要保的 但是俄罗斯当然不让你这么低的价格 如果供应得多的话 所以就是减低了 因为没有问题的 俄罗斯来说 它只需要有一定的收入 维持得到的 它在石油方面的收入少少少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买不到石油 是吧? 这是其中一个斗法的方法 当然啦,如果它去到石油的输出 去到很少很少 它都不可以够开饭的 那它当然就会增加石油的输出 只要它有够开饭的话 因为它如果再多了出来 只不过给你美国佬 在低价補回油 现在搞到美国佬就说 我都不保油了 说是说不保油 你这么厉害你不要保 是不是? 再跟着油价涨的话 你怎么做呢? 所以 接下来的始终有很多年 石油 都应该处于一个相对地高的水平 再回到20元桶 见不到的了 好吗? 好 另外再其次 就是会在地产 在这里 跌了很多 银行呢 跌得多一点 银行这里来说呢 就是这样看了 现在银行 中央就要求银行 将一些高利息的贷款 就转为了一些低利息的贷款 比起企业方面呢 就是赚多点钱 银行商就要赚少点钱 所以今年来说 内银股呢 是有些下跌了下来的 所以你看到939 139 那些跌下去 都是有原因的 好了 看完之后 就看看板块了 那板块方面呢 含冷的跌了 含冷的跌 你说碧桂圆的服务 你说碧桂圆 那样 又是它升又是它跌 不过这些是升屋 含冷的跌的 都跌的 那最接着就看看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碧桂圆也有些跌的 那再其次我们看看其他的什么呢 试找一只银行股 含冷的银行股 香港这些不关事了 试给大家看看 就说有关于什么呢 是 呃 呃 有哪些什么呢 哎呀 中国财源要跌的 中国人数要跌的 哎呀 还有什么呢 试找一下有没有 这个 其实建行有跌的 很必然 因为这个是 它这个是跌了下来的 因为利息会收益减少了 公行有跌的 是吧 好 再跟着之后 我们来看看那个期指 期指在这里 昨天已经说 哇 跌下来有点不太好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低过这个位置了 即使呢 就是要看回就是这样 这个位置呢 就是低过这个位置了 所以就真的不好了 那今天就再跌了 那若然是这样跌的话 那会怎样呢 试下保力加通道中族咯 那中族搜不到的话 那又怎样呢 就下回来这里咯 搜不到这个又怎样呢 搜不到这个就跌咯 搜到又怎样呢 那就大不了上去呢 那希望大家都会留意一样东西 似乎现在来说呢 其指或者是这个行指 都会开始再继续 是起这个这样的 上 落 上 那跟着这个就怎样呢 就是这样走势的了 按照这个步笔来做呢 又不是很难做的 见顶你就沽 见底你就骂 那现在这个若然 是不是这样呢 观察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TCL电子 TCL电子可以留意它 就很简单的 其实我都...